今天分享一道农村80岁老人用了70年的腌萝卜条方法 你学会这个腌萝卜条的方法 你家里就算有三个儿子 也能够很轻松的每个人在北京买上一套房 准备两根大白萝卜 然后把皮给它削干净 再把萝卜的两头给它切掉不要 然后我们再把萝卜给它切成大概5公分左右长的段 然后再把萝卜给它切成大概1公分左右或者片 我们再把萝卜给它切成细一点的长条 切好的萝卜给它放进大盆的里面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两勺白颜色的食盐 然后再加入通德比例的白糖 再下手抓拌一下给它抓拌均匀 很多人腌萝卜的时候都是只放食盐腌制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只放食盐腌制的萝卜会有辛辣味 而加入了白糖腌制出来的萝卜就会香甜又可口 抓匀以后腌制一个小时 然后再准备两片香叶三个八角适量的红皮花椒 再准备八颗老冰糖 锅中我们加入100克的生抽 再加入150克的香醋 一勺食盐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大料和冰糖倒进来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慢慢的熬煮 把冰糖煮化煮出大料中的香味 煮开以后关火放凉 再准备两颗青线椒 给它切成稍微小点的辣椒圈 再准备适量的小米辣 如果不能够吃辣的话 可以换成门人椒 切成辣椒圈 准备适量的大蒜 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这个时候我们的萝卜条也已经腌制好了 把萝卜腌制像这样很软 并且出了很多的水分就行了 腌好的萝卜条切记不要用水去洗 洗的话放不了多久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脆 全部挤干以后放进大盆中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青红辣椒圈倒进来 蒜片也倒进盆中 再把我们放凉的料汁给它倒进来 然后我们再给它抓拌均匀 抓的时候从下往上这样露着拌 这样很快就能够把萝卜条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盖上保鲜膜 现在的天气放进冰箱里面冷藏腌制两个小时就可以吃 这个是我们腌制了两个小时的萝卜条 我们这样腌的萝卜条颜色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样腌的萝卜条吃起来清脆又爽口 每当大鱼大肉吃腻的时候 来上一点吃起来特别开胃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